不過至少在貪污罪一審判有罪之後 高宏安有得到一個好消息 就是論文的案件 他目前脫身 前新竹市長高宏安 這半年來走北院 像走廚房一樣 二十六號心情更像洗三溫暖 貪污案上午被判刑 同一天資冊會的博士論文抄襲案 被法官裁定不受理 案件去年三月開庭 法院認定 因為資冊會自訴太晚提告 已經超過六個月的告訴其 一則已喜一則已憂 貪污判刑被停職 被視為指標性判決 貪污罪最清本刑七年以上 過去的詐領助理非案件 向前新北市議員王淑慧 一審重判九年二審認罪 繳回犯罪所得改判五年 尺度公權五年 前臺北市議員潘懷宗 一樣認罪繳回獲得輕判兩年 緩刑五年 尺度公權五年 不過前南投縣議員曾正言 堅持清白 罪行從一審的三年六月 最後改判七年六月定宴 已經入監服刑 高鴻安也是始終不認罪 國民黨中央委員會 前考季會主委葉慶元發文說 沒必要幫高鴻安說話 害民眾黨也沒有交情 批評北院判決偏離最高法院判決標準 福報助理費固然非法 但用在公務就欠缺 不法意圖不構成貪污 高鴻安議審判刑法界各有看法